另外一個最近很火熱的 就是未出國了 你去未出國了嗎 最近有人去未出國是搭郵輪 因為首行的班次就昨天起航了 他們去的是澎湖跟馬祖 特別跟大家講了一下 這個跳島郵輪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問的人很多 因為問的人很多 熱潮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32個航程了 而且它居然有三種方案 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跟五天四夜 如果你選的是三天兩夜的話 它只能去一個地方 所以要嘛是花蓮 澎湖 金門 或是馬祖四個選一個 而如果是四天三夜的話 一定會去澎湖 另外搭配的可能是澎湖 金門 或是澎湖 馬祖 五天四夜的話 就會澎金馬 離島會玩透透 像這個所謂的跳島的航程 或是未出國這樣的行程 因為它使用的是郵輪 這個新聞也受到 國際的媒體的注意 這是我們台灣應該是全球 在疫情期間第一個恢復 郵輪旅遊的一個國家 雖然我們其實是沒有出境 就是在我們台灣的澎湖 馬宮 金門 像這些地方在跳島旅遊 不過因為是第一個 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外國媒體 昨天也都集中在基隆這裡 來拍攝我們的郵輪 來做跳島旅行的 這一項新的措施 大家看這個郵輪 它使用的其實不是台灣的 它是雲鼎集團的一個郵輪 雲鼎集團大家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賭場 它所在地其實是在馬來西亞 可是現在郵輪的這個旗下的郵輪 已經歸到香港了 所以其實也有人說 我們現在國安法也實施了 謝忻寧就質疑說 你用的是香港的 登記在香港的這個郵輪 這樣子好嗎 香港的雲鼎集團的船 我們要搭它來跳島嗎 那刺激到的是誰 這個業者可不是我們 其實我們實際的去查了一下 雲鼎集團就像錢子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馬來西亞的業者 它旗下是有五家公司的 而確實它是在雲鼎香港旗下的 星夢郵輪裡頭 這一回我們搭的是探索夢號 而講到探索夢號 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 但其實它這是 立新郵輪的處女型號 因為立新郵輪 也是雲鼎旗下的郵輪 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連線專家 就是旅新同業公會的政策顧問 高明圖 高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高老師 剛剛那個謝忻寧 在臉書今天 他貼出這一篇貼文 他認為我們用的 雖然我們的林部長也去站台了 然後我們的跳島郵輪 其實滿受到國際的矚目 可是他覺得 你用的這個郵輪 其實隸屬於香港公司 他覺得這個有國安上的疑慮 以業者的角度來看 那不是這樣 我覺得政治人物做什麼決定 他們要自己承擔這個後果 那就業者的角度而言 我們總是希望說 觀光能夠持續的下去 對這方面觀光業 事實上是很無奈的 我們一直不希望 政治牽扯到觀光 可是政治一直都會卡到 我們觀光產業 所以你認為是不管是 隸屬於哪個地方 不管是隸屬於馬來西亞 或是隸屬於香港的郵輪 對你們來說是沒差 沒有差嗎 業者而言我們期待 我們期待的是觀光趕快振興 讓我們觀光產業 能夠填飽肚子 這個才是重點 那至於我們的所謂的 那一個所謂的國際 那當然我剛剛一開頭就講了 政治人物他要承擔這個後果 是 高老師我再請教 我們這個跳島郵輪 其實航程非常多 他設計好多 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 五天四夜 那防疫設備也做得很好 對你們業者來說 大家有吃得到嗎 因為我吃到所有的行程 好像都是給雄獅包去的 是這樣嗎 是 那我們大概 相關的業者大概 最大的獲利者 當然就是雄獅集團 那其他的業者 他也有放一些PAC出來 我們來分一些票員 那當然這個對少數的業者 當然是有一個著力點 可是我覺得他的那個 所謂的效益並不大 對 就是對一般的業者的效益不大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 你看我們現在 澎湖說我們8800 三天兩夜 事實上每一個業者 他能夠一個人頭 賺到600塊就脫銷了 那當然以他1萬2的行程 他能夠做到這樣的一個行程 那當然就是他 他比較比較 遠光比較獨到 好 非常謝謝高老師 今天介紹我們的訪問 謝謝老師 再見 拜拜 謝謝 其實業者有很多 就是大家想想不同的抱怨 因為大家知道旅行業者 很多人都說 你現在整國旅不是大爆發嗎 那旅行業者還在那邊叫嗎 沒什麼好叫的 這個訂房都訂不到 可是旅宿業者可能有賺到錢 我們90%的旅行社 其實他們通通都是奧棒 所以奧棒就是做這個國外觀光的 就是把人給載到國外去 做國外的觀光 所以這個奧棒的業者 其實現在還都在苦撐 那唯一的龍頭這個熊獅 因為他這個比較大型 他也得到政府的紓困 可是其他中小型的 據說都已經撐不住了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看 這個所謂的跳島郵輪 當初大家對他有疑慮的時候 芸汐你應該記得 那個時候郵輪上面 有很多人感染 群聚感染 所以很多人有一陣子 都不敢搭郵輪 或是提到郵輪就變了臉色 我們這個所謂的防疫 花了上億元 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為什麼還要講到這個 主要還是因為郵輪 就是個密閉空間 那個時候大家都說 因為密閉空間就很危險 他做了什麼 第一個 他船來的時候 他先做了消毒了 而且他說 他的載客量是減半的 希望大家能夠保持社交距離 他也增加了 像是對外循環 消毒功能 有紅外線的感熱儀 會隨時監控 或者是登船的時候 會檢查一下大家的體溫 是不是OK 健康狀況等等 另外他也會增加 自助洗手台 希望大家可以隨時的保持 手部的清潔 避免可以傳播 另外他還講到的是 他說剛剛講到人減半了 所以我們總共只有1800個人 除了旅客是1200人以外 工作人員是600人 工作人員要做什麼 他們你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先做過隔離14天了 而且他的PCR的檢測 也是陰性的 才能上傳服務大家 另外他在服務的時候 要戴口罩 要戴手套 也是減少接觸 另外餐廳最儀減半 保持社交距離 工作人員幫你夾菜 像是自助餐的時候 避免大家一邊夾菜一邊講話 其實都是比較有風險的 至於賭場的部分 我們所知道的是暫時不開放 不過大家知道 雖然在郵輪上面 看起來人還有工作人員 不管是旅客都減半很鬆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動輒1200人 如果他到澎湖去 他如果到金門去 他到馬祖去 其實對岸上 對這些小島上的居民來說 負擔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知道現在鼓勵國旅 鼓勵離島的旅行 已經為當地帶來非常大的負擔 如果再加上跳島 郵輪一兩千人 動輒這麼多人進來 恐怕還會有更大的負擔